人活着,谁又能不累,生活的路上有风雨,谁没跨过几道歉,谁没摔过几个脚,谁没爬过几次坡,感情的世上有悲喜,谁都流过几次累,谁都伤过几回心,谁都尝过几番痛,身累了,人就疲惫了,心累了,人就焦脆了,人累了可以睡觉,心累了该怎样休息,天下雨了可以撑伞, 心下雨了该怎么办,命运多转,疲惫与难过每个人都有过,很多时候由不得自己选择,有些人不能等也不必等,等了也是白等,因为不觉得等,所以你耿耿于怀,有些生不想说也不能说,说出来又能如何,谁又能在乎你太多,所以你郁郁寡欢,面对着疲惫与难过,我们都是弱者, 其实有阴影的地方必定有光,人不怕走在黑夜里,就怕心中没有阳光,很多时候你放过自己,生活才能继续,事情过去了,就别胡思乱想,感情走掉了,就别徘徊以往,你可以回忆,但不能沉迷不醒, 你能够想念,但不要纠缠不清,隔夜的茶不喝,伤味,离开的情没追,伤心,破镜虽能圆,但也很止抹不去的伤,感情虽能回,但感觉就是不一样,让过去的都去,像该来的全来, 只要你足够坚强,活在昨天的忧伤,就永远看不到今天的阳光,心,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承受,眼里的伤不能总挂在脸上,谁又能了解它的分量,心上都把解开的视觉,解不开视觉,谁又能感知它的疼痛难当,无言以对,也只能面对, 因为现实太现实,无法言说,也只能沉默,因为看不懂的太多太多,难以支撑,也只能承受,因为真正的通事没人可以分担的,好好呵护自己的心,才是生命的主打歌,做错了改正一下,伤心了痛哭一下,厌倦了回望一下,疲惫了休息一下,绝望了无奈一下,人在人生,神不由己让自己太累, 人生在人,顺其自然让自己尽力而来,有句话说得好,活着累才叫人累,人活着,累是正常,看你如何调整与面对,既然你还活着,就拿出你的本事,好好的给我活,更多情感,哲理美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